美國亞裔法律協會 日前在南加州成立 美國亞裔法律協會的成立 並希望美國亞裔法律協會 可以成為全體亞裔的堅強後盾 賀陶氏議員秦振國代表孫偉 為美國亞裔法律協會聯合創始人 李樹棠 陳希律師 王傑欽 吳宇宙 李邦鈺 頒發了市政府榮譽證書 美國亞裔法律協會聯合發起人 美國留學生協會聯盟創始人 吳宇宙表示 將會用法律資源 幫助更多的亞裔社區居民 亞裔法律協會致力於幫助讚美的 所有留學生和新移民 幫他們更好地融入美國生活 我們將開展一系列的法律講座 去更好地幫助大家 了解美國的司法支持 不要因為吃了法律的虧 因為文化的差異和法律的差異 踩進了陷阱 所以在此我也希望 今天非常有幸地見證 美國亞裔法律協會的正式成立 也希望越來越多的留學生 還有法律學者參與到我們協會中來 謝謝 美國亞裔法律協會聯合發起人 李邦玉表示 協會的宗旨是 通過法律團結亞裔社區 並且服務更多的年輕法律學者 執照律師 我們ALA美國亞裔法律協會 我們致力於推動 亞裔社區的司法平等 我們希望 讓更多的年輕的法律學者 讓更多的年輕律師 參與到公益去推動 我們所謂的法律的平等 創造更多的公益的機會 創造更多的價值給這個社區 同時我們除了專業法律領域之外 我們也會成立社區委員會 集結社會上 除了法律以外的更多力量 去推動我們倡導的價值 我們追求的平等 對於亞裔的社區 美國亞裔法律協會社區委員會發起人 華人優秀企業家王傑欽表示 協會的成立對亞裔社區意義非凡 作為社區委員會的負責人和發起者 從非法律的領域幫助美國亞裔法律協會 是非常有意義的 並且協會的成立可以為新移民 亞裔社區和當地企業提供更多法律支持 鳳凰衛視白宜成洛杉磯報導